一个很简单容易做的家常素食 榨菜素丝蒸豆腐 豆腐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吃红烧豆腐麻婆豆腐 比较油分多些 现在这个是很清淡的 味道也不会太淡 因为我用了少少榨菜 先跟大家介绍材料 滑的豆腐一磅 我们在加拿大是用胶盒装着的滑豆腐 一磚一个是一磅重一份的 如果你说我用水豆腐没所谓 你照我的做法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个份量大约一磅 榨菜丝一盎司 这个有很多种牌子的 你试过你用开那种 你发觉它那个咸度适中 你就用回那种了 那素干丝就是一个盎司 那个叶味 素干丝叶味就是要 我今次介绍大家用素鸡粉半茶匙 生抽半茶匙 生粉四分三茶匙 盐糖各四分一茶匙 少许麻油和胡椒粉 很多时候我会用冬菇味粉 但是有些朋友说 我找不到冬菇味粉 因为这个我做的时候是在香港的 那当时都没有冬菇味粉 我就用了素鸡粉 其实它们的用途都是一样 你们如果有冬菇味粉的 用冬菇味粉 用素鸡粉的 没有冬菇味粉 也可以用素鸡粉来代替 所以这些是很随意变通得到的 那接着我有个调味就是 又是用素鸡粉半茶匙 古月粉和麻油少许 有个汁料就是 生抽一有二分一汤匙 生油是一个汤匙 全部材料就是这里了 简单易做 素干丝我跟大家说过 是一个大豆芹麻造成的素食品 这个材料是全素的 那它是干身 有时放得久了 比较一种味 所以我们要浸透它 渣干它 有些朋友简单点 我就这样 叶味就用来拌 都可以的 但如果你有时间 不妨去鲜飞水 再渣干身 然后再去加甜味拌 多重手足 不是很大的分别 不过有时你会觉得 放得久了好像有阵味 你这样做就可以去除这个味 那我们加了调味拌均匀 大约半小时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少少油炒一炒它 那接着呢 我们就拿起它了 豆腐怎么处理呢 很多时候那些朋友说 豆腐浸一浸盐水 或者果果水或者什么 等它可以 没有那么容易烂 但是我这个 因为它整个瓶 这个豆腐是滑身之中 它又不会很容易烂 所以我就没有做这个过程 我但是一定要它瓊得很干身 那怎样呢 就趁这些豆腐 我一定早早把它用烧鸡盖 装住 未煮之前 让它尽量它的水分流出来 那我就处理它了 煮的时候 用抹手指抹干它 转到碟里 才将那些调味 素鸡粉半茶匙 少少麻油胡椒粉 淋在表面上 轻轻手地搓匀它 那做了这个过程之后 就可以做 将你炒了的素干丝和炸菜丝 平均地铺在上面 将汁料淋在上面 大火蒸5分钟 就做好了 是很简单 那这个油我用到1汤匙 如果你说更加健康一点 可以再减少一点的油分 不过因为这些是比较素食 如果太少油吃起来 就更加比较油 觉得你好像说刮一点 所以我用了这个生油1汤匙 另外的变风 变通办法就是 因为这个汁料是生抽和鸡油 你可以怎样呢 当你做好这个菜 蒸好之后 你的汁料不加内蒸 做好之后 你才将生抽1汤匙半 还有用这个 Extra Virgin的 Oil of Oil 即橄楼用 用那种Cold Press的 Extra Virgin的 那种 你淋一汤匙 这个油是很健康的油 那它就尽好不要煮它 那变成你这个时候 蒸好之后 先淋油 再加一汤匙 一汤匙半 这样你可以吃到健康的油 又不会油太少 令到食材比较烤 所以这个做法是很简单 希望大家没有牙的朋友要吃齋的 这是一个首选来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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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